各位好,今天是3月11日 明天3月12日是植树节 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植树节 不要念念了,3月11日 3月11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银行业 因为在去年3月的时候 出现了植核银行爆煲 就是租擠提的事件 因此就是美国联邦刺庇 又再是侧侧拨 你以为很多人不多觉 他就去QE了 不过这次QE是定向向银行的 就是凡是你银行有需要资金 流动性不足的话 你可以是拿你的资产 其实也不需要的 向美国联邦刺庇借钱 也要抽签 为期11年就去到今天3月11日 结束了 去年 就是应该是一路以来 为什么这些银行会有问题呢 就是因为它一路降息的时间之中 就是之前在一路降息 10年期债钱最低降到1.8厘 那些人就怕着投资不行 所以每个银行就买债券 那买了很多债券 都是3厘、2厘、1点多厘 那突然之间 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就抽到它 目前是4厘多 那4厘多的时候 那你的银行就会是这个 以前买了10年期国债的话 就会虚了本 虚了本的话 就即使因为债券的价格 是和息口成反比的 债券的息口升 债券的价格就下跌了 那银行如果投资虚了本的话 如果你是硬要沽出去的 那你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怎么做呢 你就要是虚本 你即使削减你银行的资本 那即使你应该要收缩你的借贷額 即是你要放贷額 那如果你不卖出去 那别人来提款呢 你就不够钱了 那因此呢 他们一好两难的局面 那 联邦储备 美国联邦储备局 暂时就是向QE救了一年 那去到今年 今天就够了 即使现在今天够了 他们还有1600多亿 未还的 那这1600多亿 未还 是不是真正是出现了有问题 还是不是有问题呢 我们暂时不知道 因为没有细数去看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借钱出来 这个是BTFP 这个借贷项目呢 他们所收的息呢 是低过现在银行 可以拆出去市场放贷的息口 即是可以低息向美国联邦储备局 说我穷啊 我不行啊 这样就问他借 然后再跟着 以较高的息呢 是借出去给其他客户 因此呢 他们是会赚到多些钱的 那 这个的现象呢 在去年的11月 突然间的借贷額是急激上升 因为其中有些连大银行都去借 就是这样 拿到比较便宜的资本 然后借出去给市场 所以为什么美国联邦储备局说 今年3月11日 一定完结这个资助 因为他知道有帮小孩在那里 借钱来搞事嘛 那之后对有些实质有需要 又怎样做呢 他们就说 你可以在今天再借 那就可以再延迟多一年 那即使去到2025年3月11日 有另一次是到期还借期 那到时 美国联邦储备局 会不会再退期呢 不知道 那如果今天 是很多银行 他认为 行了 我够了 我不需要担心了 那他们应该还些钱 给美国联邦储备局的 这样的话 这个数字 是应该 在明天或者后日 或者稍后 一个星期之内 可以看到是大幅下跌 如果不跌的话 有两个问题 一 那些银行真的不跌 因为去年的时候 去到去年三月 你十年期国债息都没有到四厘 都是三厘多 已经死了 那现在是四厘 你还要死了 所以就要看了 第二样东西 也可以出现一样东西 耶伦说 美国财政储备部 可以购买回他的债券 那这些事件呢 以前做过一次 就是在这个 好像大宵调期间 即1939年 还是什么 1930年 还有其他 我忘记了 是做过一次 如果这次再做 是第二次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很简单 你那些是涉本货 我用一个平价收回 平价收回 那我再给你 你可以将你的钱 去买一些贵一些 息口的东西 那你就生了 可以有几个方法去拆解 真的如何拆解也好 始终有一样东西 就是你美国银行业 是有一个危机起来 最近出现了的 纽约地区银行 很多是这个房地产的 mortgage loan 爆煲 不行 那你还有这个 十年级国債 还是站了四厘多以上 都是使得很多银行 他们不够资金 去这个 就是 运作的 那会不会爆煲 引致这个 骨牌效应 那我个人觉得 是机会少的 因为呢 他又再可以去QE 现在美国联邦预计 最厉害的就是QE 凡是一有金融危机 你缺水 我就放水 即是如何收回水呢 另计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福水难收 所以最终就是 一和起路 那因此 美国 应该在来近的一至两年 是出现一个 可能可能 大的 金融危机 如果将为祸及全球 那大家就很醒醒醒醒醒醒 那当然啦 也都出现了一样东西 是不是 哇 英卫大 突然间起上来 嘶 嘶 这样下来 那为什么呢 是很简单 因为 你去到最拉尾时 你真的以为你的股票 是可以值得天庭的吗 是不是 是吧 契钱 和银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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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是出现了他认为想出的部分 因為減到零遲估計 不過這個值得大家看到 在接下來這個星期 是有很多奇及奇及的市場 將會怎樣呢? 很簡單 風景借篇讀好 因為阿爺已經托著底 阿爺不是托市 大家千萬千萬不要想著 那他就會托到三萬八 四萬好像日本那樣再創新 你做夢啊 因為你這樣托高了之後 你那些販貴都會來再沽我的 阿爺就是托著底 然後托著底之後 等他維持這樣 等公司的盈利慢慢上去 這個就是顧本培源 公司的盈利有了支持 阿西方你不來 所有資本都是見財開眼的嘛 好了 那講完之後 我看看過往的10日 我都說大家要留意 你這個圖裏面留意什麼 是留意這一條 是啡色線 這幾排是升了上來的 即是北水在陸起香港累積緊 那究竟累積這些緊的股票的水 是官方水呢 因為民間水呢 不知道 不過我估計應該是官民合作 所以就幾穩定的 因為民間水隨時散水嘛 官方水就好像營賦基金那樣 沒有一個儲善妥善方法處理呢 是不會散水的 所以底就托到了 再其次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所有的 是升的板塊裡面 今天呢 都是升多多一點點 跌至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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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那接下來看看就是 什麼板塊好呢 軟件什麼呢 保險呢 一直都是好的 保險是什麼呢 是反映這個 是中國的金融市場 他們投資起中國金融市場 那接下來 汽車也還是比較好的 軟件服務呢 現在都是開始 慢慢是去到這些 什麼呢 去到這些 較前的排名列了 好 這條保險 看到了 升得比較多的 是這些 不是升很多的 不過這些帶了上去 就OK了 跟著就有這個是電訊服務 哇 這個中波的數據 由這個一毫子的 現在現價一毫子 它升了1,800 就升了21% 所以這些 你買不買到 多好啊 是不是 買一百元 都已經有成 成萬股了 不過那個是經紀用 好像收你兩百 一般 一般情況 然後就有軟件服務 軟件服務 軟件服務 即是中手油 這些東西 不見了 那不是軟件服務嗎 可能是遊戲機掛 然後還有汽車 汽車方面 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保險 保險方面的蛇 就是這些 中國平安這些 陷入升的 好了 我們再看看 就是個別的板塊股票方面 這些紅色的 所以相對地 都是有升的 京東今天升得非常好 美團呢 又升得非常好 比亞迪都升了 那這個是 唯獨理想汽車 就肯是 自從一個什麼之後 講了好好的業績 就跌了下來 沒有什麼 為什麼 因為呢 減戒是真的會削弱了 它的盈利能力的 好了 大股方面呢 就在保利加通道中途 上上落落 上上落落 當然啦 就為做好友 希望基本上 希望繼續上落 那 半週已經到這裡了 所以今天 全日應該有望 是高於上個星期五的成交量的 希望 希望是這樣的 那麼 再其次 我們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要留意呢 有一個叫做 瑞浦蘭均